2023經典籃球賽 最後是由中華藍隊學長以三分差 立刻白隊學弟 對中華藍來說 這不但是總教練桑茂爾森 接掌冰服後的第一次實戰 正中還有台灣隊長陳英俊等戰力 還沒就定位 因此在學長劉正的率領下 今天也沒給自己設定太多的期許 一切以賽代訓 距離中華藍隊瞄準的戰場 杭州亞運還有八十多天 相較之下 中華白隊要參加的成都世大運 八月八號就要登場了 在下禮拜前往韓國一地訓練前 中華白隊總教練劉孟竹 對子弟兵今天的表現相當滿意 我還蠻平靜的吧 完全沒有什麼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要贏 對於我們全隊來講 這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那我們也希望我們球員 打得更有競爭力 今天我覺得我們白隊 我覺得他們至少 我覺得這批年輕球員 他們做到這一點 就是我們賽前有跟他們講說 我們不管氣氛板上最後我們是輸多少分 或落後多少分 那我們都是要把它當作平手的後來 就是我們要讓人家打出我們這一屆 世大運代表隊他們的去途心跟態度 大家在這邊也謝謝這個藍隊 讓我們也有一個在去韓國一地訓練之前 有一個這麼高強度的一個對抗 今天在彰化球迷面前 聯手上演了一場精彩好球後 中華藍跟中華白將分頭練兵 抄各自的目標努力 而台灣藍潭接下來也會越來越熱鬧 尤其是八月份重新登場的瓊斯杯 瓊魚朋友千萬別錯過 我來體育台 綜合報導